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不让他们在社会中引起动乱 便将那十年用皇帝溥仪控制在了北京城中 然后每一段时间都会给溥仪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 来维持这位皇帝的生活 所以说当时的溥仪虽然已经退位 但是因为社会原因 生活的其实还是不错的 可是好景不长 过了几年 天下开始大乱 军阀混战 冯玉 翔攻进了北京城 并且将当时的溥仪赶出了北京城 冯玉翔这两座其实也情有可原 因为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古代封建帝制的时候了 当天下大乱时 还能学曹操那样写天子以令诸侯 在近代社会 民主共和早已深入人心 皇帝的死活 普天之下早已无人关注 而且继续控制皇帝 还有可能引起保皇派的仇视 他冯玉翔还没有北洋军阀政府那样的实力和名望 可以无视这些人的敌视 被赶出了北京城的溥仪 无处可归 只能返回自己的龙兴之地东北辽宁 但是人算不如田算 才刚刚到辽宁的溥仪 就遇上了九一八事变 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 而他这个皇帝也被日本人找了出来 并且还帮他建立了一个维满洲国 又让他坐上了皇帝之位 只不过这次 即使他已经成年 还是成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皇帝 而他这次成为维满洲皇帝的时 还让他又被迫背上了大汉奸的骂宁 后来抗日战争胜利 普及的维满洲帝国也随之而崩塌 他自己也成为了俘虏 被关押在监狱中 后来考虑到他是被逼的 并且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中央经过商议 便将他特赦 放出了监狱 出了监狱的溥仪 已经经历了太多 心里只想着做一个普通人 想找一份普通的工作 过着一份普通人的生活 可是 因为他自己的身份特殊 导致并没有人敢雇佣他 就在他走投乌路的时候 当时正在重修青史的大文学家郭沫若找到了 希望身为满族人 并且还当过清朝皇帝的蒲仪 来帮助他一起研究青史 但是 面对郭沫若的邀请 蒲仪却说了五个字 我不会满语 这使郭沫若尴尬不已 原来清朝虽是满族建立 皇帝也都是满族人 但是因为汉族对满族数百年的同化 即使是满族皇帝都已经不再学习满语了 而且到了近代 皇家也更加开始注重英语学 习 这样的话 就更没有时间学习满语了 这样说来 郭沫若的确显得有些异乡情愿了 这也怪不得郭沫若在听了这五个字后尴尬不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